當你看到我這段影片的時候 應該我已經不在這裡居住了 我居住了在這裡10年 所以我也想在這個臨走的時候 拍這個錄片給自己 當我翌日看到的時候 就會記得我自己的佈置家居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有人不迎接了 喂 你過來 我們在一起 歡迎來到我們這裡 這間屋的格局就是一房一廳 好像大概是200多 碰住300 一尺進來就是一個吧台 你也可以當一個懸崗的位置 進來有水晶 洗滌心靈 看到大家清清大家的 Aura 夠令到這個神聖的房間 清淨了這個空間的時候 就會有消毒液放在這裡 其實就是你出門的時候可以立即去拿 這個其實就是我的工作間 你會看到有一部電腦在這裡 這部電腦主要是我用來剪片用的 這張吧台是特意找裝修師傅 特意去 根據這個尺寸道想弄一張吧台 為什麼呢 原意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吃東西的Area 這個本身不是一個工作的Area 本身就是想讓我的朋友來 想大家兩個站在這裡吹水 好像別人的酒吧 那些鬼佬站在外面吹水的狀態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漸漸地 這裡已經變了我的工作間了 平時我就會在這裡工作 繁忙的時候就這樣對著臉 然後在這裡工作 那這一盞燈我就是很喜歡的 這一盞燈其實就是在旺角買的 很久以前 這個就是小福股銀行燈 叫Banker's Lamp 很久以前在Pacific Coffee的溫書位 坐過見過很漂亮 就覺得很棒 所以就… 進來這裡 這個就是開房式的廚房 就是一個也挺小的廚房 小小窄的 你看到只有我一個人的身位容納到而已 所以如果約兩個人 在這裡經過就要那些… 那些… 那些借尾那些 這些廚櫃本身是白色 只是在這個底下的 但是我就想營造一些美式的café風格 就像Five guys那些那樣 所以就黏了一些牆紙 小時候改造就變成這樣 這塊牌我又不記得在哪裡買的了 應該去旅行的時候買的 那就是咖啡店的版 這一張就是… 常逼閒親筆簽名照片 每天都要… 看到這樣 所以就貼在這裡 那個人都心亢神疑了 吃飯的時候 這裡就是放些茶、酒、沖酒的用品 雪櫃就是… 普通size的雪櫃 中型size 不是一些大型size 但也… 都夠的 這些就是我平日飲食用的東西 這裡是茶館 我裝了很多茶和飾物 這就是啤酒 這些是HKTV沒有買的 這些是iherbs買的營養東西 杯子…杯子全部都很夠 用了很多年 其實我都比較不是很煮東西的人 我又不是很會煮東西 第二就是因為這裡 這間屋也比較細 加上Open Kitchen 即是當你煮一些煎炸油煙的食物的時候 整間屋真的挺大的味道 要幾天才散 試過有朋友來打火鍋 那一陣… 火鍋味是隔了幾天都還聞到 所以… 只能夠在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即是綠菜、綠麵 這些就是我平日會煮的食物 否則都是叫外賣 這個就是有兩個明火爐頭的 小型Open Kitchen 我主要都是用這一邊的爐頭 所以這一邊其實已經用來擺了一些雜物 這個洗手盆也很小 但也非常夠洗夠用 外面現在的景是一個大地盤 以前我就是直望PP3 有時在煮東西或等水滾的時候 有一個泵在這裡 可以看看下面的人 但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為什麼我會放這兩塊布 這兩塊布就是為風水 因為有人說對著地盤不是那麼好 那我就… 都是上淘寶買 一尺寸 當了兩塊布 遮蓋著它 這個就是一個焗爐 因為家裡沒有焗爐 也沒有微波爐 就是有一個小焗爐 去… 這樣當作是所有的多士爐 焗爐和微波爐 我差不多10年都沒有用過微波爐 因為我覺得微波爐是不健康的 Open Kitchen 旁邊就是廁所 有點尷尬的 譬如你很痛的 例如你煮麵突然爆石 然後你就在那裡爆 爆完之後你開門出來 這個麵就在那裡錄 沒有啦 都習慣了 這個就是一個燙的門 進來一個小小的廁所 是一個企肝的廁所 然後那個廁所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的好介紹 就是一個很夠洗夠用的廁所 嗯… 貓沙也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Lanquin的貓沙圍 這個架子真的很適合 這個架子剛好在這條小隙裡面配合到 這個架子就成為一個自密架 洗手盆 鏡子 這塊鏡子就是在… 我記得很久以前在Friend Friend 好像是數碼說的那個… 外面賣 總之二、三百元而已 這個廁所雖然… 又不是說大廁所 但是我覺得都… 好洗好用的 就是用了十年都很實用 所以… 都OK 挺好 不錯 那接著出來的就是… 又是廚房 這個小的地方就是Lanquin的扇食位 這個架子是很特別的 這個架子是… 可以這樣斜的 你看到它的弧度是這樣斜了的 量度過一些角度、弧度是最… 對它們的頸子友善 這樣就可以保護到貓的脊椎 也是因為這樣而買的 至於滿不滿意 一定要問回Lanquin本人才知道 好啦 接著出來啦 出來就是這個… 廁的位置 叫做較為整潔的狀態 都只不過是因為…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 我的… 旅遊收集架 就是我在… 世界各地啊 去旅行的時候啦 買的 souvenir啦 其實已經清了大部份 已經是準備我的海運了 postcard啦 有些就是… 我自己寄給自己的postcard啦 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寄給我的postcard 都貼在這個postcard板那裡啦 接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的… 水晶架啦 其實我草水晶都是… 合眼圓 感覺到覺得好 那我就會… 草的啦 我很喜歡的laundry rack啦 這樣拉出來 就是我放些髒衣 這些都是放些雜物 都拉出來啦 然後放在信箱上面 就是我平時用開的香水 薯尾草和海鹽的味道 這個就是我自己拿著這個瓶 平時就拔薯尾草下去 薯尾草碎 那一燒的時候就不用成把火 這樣燒 就可以純粹有兩粒葉 這樣給一些… 就是純粹給一些香氣這樣燒 是有薯尾草和艾草成分的 這個澳洲的Bondie wash牌子 就是家居清潔系列 動物和BB friendly 剛剛初斷肺炎 那些人不是狂搶滴露的 結果我搶了一堆滴露 但是我發現我噴滴露的時候 它多了那種喘氣 好像哮喘一樣 我後來上網搜尋 還有我周圍的朋友也說過 那些貓對滴露也是敏感的 所以我就轉了這些 這個就是蠟燭燈 蠟燭燈就是散卻了點火 我出門的時候忘記關火 那隻貓在那裡沒有危險 好了 接著一條線過來 就是… 調味道也是跟著米白色和木色系列 這個就是Lankun的冬日冷暖窩 這個好處就是 它是一個智能的寵物冷暖窩 冬天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己在APP連接它 可以調到它可以有暖的功能 夏天就可以令到它有冷卻的功能 即是令到它的溫度好一點 讓充物可以舒服一點 尤其是夏天不用中暑 冬天也可以暖 Lankun也非常喜歡 而且它很深 我覺得凡是貓應該都會喜歡 冷暖窩的旁邊就是風水樹 這棵風水樹我好像是兩年前 以前在灣仔街市買的 越生越高 它最初大概是這麼高 它現在越生越高 一個是假的 龜貝葉 裡面就是一個籃子 籃子裡面放了無數的雜物 就是… 拿這個龜貝葉一下蓋著它 然後來到這個就是電視地圖 電視地圖旁邊就是… 黑白照片 以為是我的祖宗照片 但不是 即是它是Darley的照片 覺得比較難找到 這棵東西也會帶走 因為實在太難找 所以一定會帶走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以前曾經都很亂 但現在已經漸漸被我簡約到這樣 因為還是收拾了很多東西 有一個Hasting poster 有咖啡貓 有街霸的東西 電視機 然後這個電視機的小機 白色的 用回白色 即是想走這些不勾風 其實電視機這個位置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介紹 或者這個籃子 這個籃子為做什麼 這個籃子就是用來放 我的頭髮紮頭髮的東西 也是眼不見為症系列 即是什麼都放進去 極亂 然後3、2、1 蓋了它 多放些這些籃子的東西 把什麼都放進去 一下子蓋上 你就會覺得很好 這邊也是放一些蠟燭 還有植物 即是放很多些是香 香薰 這裡是不是有魚香 這些是什麼 不是那些塔香 原來還有一堆美容 外面藍衣的地方 這裡是外面的街景 這個貓網真的特別找人弄 就是有得這樣 要用膠紙卡住 很噁心 但是因為它會鬆 我怕有時候它會爬上來 然後撥下撥下撥下撥鬆 雖然要經過很多層的步驟 才開始會跳下去 但是我也慎防它出事 所以就很噁心地用膠紙貼住 貓網就是會丟掉這些懶在古典的花 我這個是最欣賞的位置 因為能夠漂亮 又有這個功能 這張梳化用了十年 所以我覺得是實用 這兩張圖片 就是神父和佛羅斯金 平日我吃飯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 這張玻璃桌 下面有三個收納箱 全部都是一個口罩 平日吃飯就是這樣坐著吃 這間屋沒有飯桌 所以這張就是我的飯桌 因為你看到這個面積 如果我再加一張飯桌 例如飯桌這麼高 已經佔了一個極大的空間 英國大會的underground鐵牌 我就會帶走 這個地圖本身就是刮地圖 去那邊就刮了它 無求可以刮到全世界都刮完 即是說你已經環遊全世界成功 但是我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綠色就是去過的地方 依然是見識不太多的地方 床頭櫃都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都是有一支這些home spray 挺香的 laundress home spray 噴一噴 洗衣粉的味道 不是是爽身份的味道 床就是床 沒有一特別可以介紹的床 休息 睡覺 recharge的地方 然後就是暗地裡很亂的東西 但我全部都用東西遮住 例如在這些我家都遮住了 收納的地方和睡覺的地方 這位Lanquan是很喜歡站在這裡看街 但又是很可惜 這個景色跟剛才廚房的景色一樣 以前是對著PP3 沒有一棟這麼高的高樓大廈 之前是一個很矮的大約五樓的東西 所以你一看就會看整個星街的下半部分 但現在真的景色很差 什麼都看不到 總之我現在住了十年在這裡 我都非常喜歡這個小小的地方 小小的天地 這裡是混合很多東西 我也是非常方便 超多東西吃 中、西、泰國、韓國 雖然這條街的改變很大 但大部分有很多街坊 你都看見了很多年 跟鄰居初出遊廟廟共 變成了有兩具街址 我都會頗掛著這些人 有些街坊雖然大家不認識 但你走開走完 你都會完全知道你是這一區的人 那我這一種小小的人情味 我是會掛著 那我這個空間秀就拍到這裡 到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應該都會再拍一個我在英國的空間秀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